请集园主持人 陈 距离感产生分寸感 分寸感带来安全感 各位好 欢迎大家来到贵州卫视非常完美 一起来我们的口号 完美告白 为爱而来 想要你红杯天里那天独自飙眼泪 让我是个牵挂 是个我想陪 只有你下去最早会抢 笑起来最美 你让我感到和你非常完美 非常欢迎各位亲爱的们来到我们亲爱的家 当然了 今天我们的这个开场 还是有个精彩的短片要奉献给大家 但是我先跟大家说 今天的这个开场短片 气质很不一样 我看到了海看到了海的颜色 但没有可以写信的人 想象过无数次你出现在我眼前的场景 却依然画不出你的模样 听说在海边带走一块石头 就会拥有最美的蟹药 想跟你约定 一起看星空 哪怕现在赴约的人 只有我一个 总以为自己能拍出最美的风景 但还没有找到你 怎么才能算是完美呢 眼前潮涨潮落 寂寞的身影 都不发尚 重视 这样的绚烂 一眼睛时 但 还是期许 一起放在心里 今年的 我觉得这个符合绝大多数人 一想到大海 这两个字的心境 是吧 觉得海边就是应该是浪漫的 唯美的 可以倾土心事的 可以表达心声的 班雨昊 如果你此刻面对大海 你会说什么 就是那个场景就 我就静静地在那儿许愿 就是我真的是 很想找一个人来陪那种 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的 其实那天 我其实是拍杰哥的那个时候 我是印象最深刻的 因为杰哥那个是晚上 很晚十点钟 到烟花放上去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 喊出了自己 今年想要完成的一个 目标或者愿望 那一刻我觉得其实 有这么多兄弟陪着 有这么多爱我们的人 在我们身边 我觉得充满着动力 其实我有偷偷许愿 就是下一次的时候 就希望你能有 另一半一起看海 赵洁这个 想要干净找到 另外一半的这个心意 已经在这几期节目当中 我们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 是吧 我们就只能期待 他的礼拜赶紧来了 好了 接下来要请出我们今天的 一号女嘉宾了 首先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她 一个人的我 冷静 独立 有自己的想法 只要是我认定的事情 就一定会坚持到底 蹦击 跳伞 潜水 开飞机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 天空 陆地 海洋 是完全不同的三个世界 探索大自然 突破自己 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但是 恋爱中的我 逛街时 需要男生帮我拎包 喝汽水时 需要男生帮我拧瓶盖 临睡前 要跟我说晚安 偶尔还要轻轻抱抱 举高高 你问我 为什么会这样 还不是因为 我喜欢你啊 未来的日子 想要和你一日三餐 一年四季 一直在一起 你好 我叫张琪琪 进入张琪琪的 两桥提问时间 短片中 我们看到的蹦几 有多高 澳门塔 二百三十三米 当时站在跳台上 感觉害怕吗 怕是什么感觉 恭喜琪琪过关 欢迎你来到现场 大家好 我叫张琪琪 今天22岁 来自江西南昌 欢迎 很好看 而且皮肤超级好 你太甜美可爱了 你是真的喜欢极限运动吗 对 就是是真的 第一次也不害怕吗 不会 因为我其实去蹦击去潜水 都是抱着一定要去的心情去做的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接下来就是要选心动和不心动了 好 给上前两步 接下来起升起他面前的心动互动体 接下来要说一下你的不行动 12号男嘉宾徐志斌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长的是那种 像漫画里的花美男 会让我们有安全感 那你不觉得山木也挺像的吗 山木吗 你也选我一下吧 我也是花美男 我也是 花美男吗 花美男吗 卡丢 是吧 好 我们再通过关键词了解一下女嘉宾 最为珍贵的礼物 与生俱来的礼物 送给自己的礼物 最不合适的礼物 你好女嘉宾 我想问一下送给自己的礼物 其实这个是和我一段旅行的经历有关 那一次我去到柬埔寨旅行 我去到当地一个叫做海上贫民窟的地方 我们到了当地去到他们贫民窟 会有很多小朋友就可能没鞋穿 他们衣服穿的也是不合身的 会过来问你要吃的要钱 我印象最深刻是去到当地的一个过儿院 他们那就是一个泥巴路上盖了一个木头房子 而且小的木头房子里可能还要再隔三四间 有十几个孩子挤在里面住 然后睡的都是那种大通铺 里面没有窗户也没有电风扇 当我进去的时候穿过他们的屋子来到后厨 那个厨房有一个木柜子 柜子上上了一把锁 当时我在想那个地方能有什么可以偷的 还是有什么很贵重的东西吗 当时我问到那个园长 园长是告诉我 其实那个厨子里锁的就是孩子吃的饭菜 我说菜为什么要锁在柜子里啊 他说如果不到饭点把那个饭菜给放出来 那孩子饿着肚子就会把它全部吃光了 那一天的粮食可能就没了 不到饭点就没了 其实我当时听得特别特别的心酸 然后他们有一口那个大锅铁锅就在灶台上 我把那个锅子揭开的那一瞬间 它里面盛的是白米饭 但是上面爬满了很多蚂蚁 就孩子要靠吃那些来解决他们的温饱 那平时孤儿院的生活开销 是靠那些大孩子去做一些手工艺品 用那个牛皮去扎一个手提包 或者是穿花纸 拿到集市上去卖 当时我走的时候 我就买了一个手提包 然后我觉得那份礼物 虽然不是说价格很贵 但是是我送给我自己一份最有意义 也是一个最有故事的礼物 我觉得这份礼物特别的好 而且女嘉宾就是这个 我觉得特别加分真的 很加分 现在像这样的女生真的很长 一个女生让我眼前一亮 有心动的感觉 其实回国后 我们当地也有一些靖老院和孤儿院 我们有的朋友会组织 周末去进老院做义工 然后我也会把自己一些不要的义务 或者是看完的书会捐给那些孩子们 我觉得自己能 尽自己一点点的力量就可以了 能帮助到他们就行了 我不知道女嘉宾 有没有看我们之前的节目 就之前我们也去过 山区里面去看的那些孩子 就像其实我们现在 不是有做直播吗 然后直播上有很多喜欢我们的人吗 然后我就发动他们 我就说要不大家一起来捐书吧 然后真的一个月的时间 我家半个衣物间都堆满了 他们要送给那些孩子的书 然后我就把这些书 然后联系到那个人 就把这个东西都寄给他们了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 我想问一个那个 稍微开心点的礼物吧 应该是与生俱来的礼物吧 我觉得这个会稍微开心一点 这个与生俱来的礼物 其实是说我自己 因为我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 非常有安全感的人 我觉得安全感其实不是靠物质 或者是金钱来完全衡量的 我觉得安全感是 自己给自己一个东西吧 就比如说如果你没钱的话 那你就努力去赚钱啊 能怎么办 在工作当中寻找安全感 或者是在感情当中 如果我的另一半和我分手 如果我喜欢他 我一定会尽力挽回 但如果他可能对我 还是无动于衷 那我可能就尽量的 会让自己忘记他 就是听他讲那么多嘛 因为我感觉女嘉宾 三观各方面都挺正的 就想问一下他 上一段感情经历 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分手 其实我那个前男友 年纪也比较小 然后小多少 他就比我大一岁 然后可能很多事情 他不能够理解我 他也不能够get到我的点 就是我说什么 他可能就是 到后期就是很敷衍的一种态度 可能他最后也 觉得淡了吧 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两个最后就 没有走到最后 是他提出来的最后 最后是他提出来的 刚才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已经体验出 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他是一个主导别人的一个人 他在说的时候都是 他怎么样 他不理解我 他怎么怎么样 他从来没有说我怎么怎么样 什么都是都是怪在别人的身上 或者是说别人不理解 比如他说 刚才说他可能不理解我 那你明白他为什么不理解你 那可能也是没那么喜欢了吧 但你刚才在表述的时候 你说的就是全都是他 他他 你并没有说你自己 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很好 你包括你呈现出来的状态 也都是很好的 那你有什么不好的吗 犹豫不决 优柔寡断 就我感觉在感情里啊 他应该是属于比较强势型的 他确实是强势型的 但他需要更强势的人去收住他 他如果说找一个那种比较弱一点的 或者是一个比较内向一点的 那是置不住你的 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的话 最后还是会就是分开 你意思就是找你这样的比较合适呗 差不多吧 当时为什么反驳他的观点 其实想的就是更多的去了解他 我了解人一个人的方式 就是用这种方式去了解他 我就问一个问题 你是偏向大男子主义型的 还是偏向不大男子主义型的 不大男子主义型的 志勇淘汰了 志勇淘汰了 这是给六号浇了一桶冷水 原来志勇已经释放了好多信号 好 这个 接下来要到了选择的时间 我们先看看他们的决定 好吗 完美告白 为而来 请做决定 当我第一次见到弟弟女嘉宾的时候 觉得他有一点可爱 通过后面聊一些关键词 然后有了想上去告白的冲动 喜欢就上去了 其实我心里是很震惊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 会有两个男生为我转身和我告白 有请六号七号 女嘉宾你好 你好 我是班宇浩 从一进来的时候就很吸引我 后来我就一直很少说话 所以我就一直有点心跳可快 包括到现在我很紧张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心动的感觉 因为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然后 你之前VCR说 希望你的另一半 就是会帮你拎包 帮你开汽水 然后帮你做很多事情 然后 其实很多 就是你比较粘人是吧 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 是因为我觉得 只有女生眼里有你 才会去让你做这些事 然后这种给我的感觉 就是让我特别有安全感 然后 我觉得我们挺合适的 我觉得这份礼物特别的好 而且女嘉宾就是这个 觉得特别加分 加分 现在像这样的女生真的很爽 你比较粘人是吧 其实 我很喜欢这样 我觉得这 我们挺合适的 真的谢谢你 其实你出来的时候 我很感动 包括你说的那些话 你可能 是一个不善于言表的人 我能感受到你的那份真诚 虽然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 我的撒娇和任性 还有很多很多 另外一面 我没有展现到的 可能只会对 我的那个他 可能第一眼看到他 就觉得他会有一点像我的弟弟 所以因为我是很相信第一眼 这种情人 所以对他还是很难 你不是怼我怼得很厉害吗 你觉得我在怼你 那其实我在了解你 我可能不太会去哄人 但是我会用行动去做 像我刚才最后我问你 你喜欢偏向大人的主义的 还是少一点的 但你说少一点的 那我还是要来 还是要表达我自己的想法和心意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觉得 我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 内心是有一点点暖心的 在我的眼里 我觉得你是一个 受放自如的一个女孩 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然后主见 我不需要去花特别多的时间 去每天去哄你 然后怎么样 去陪你如何 因为你可以理解我 因为我觉得你会是一个 这样睿智的女人 找女朋友 或者是说找另一半 有很多人是找相近的 或者是互补的 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感觉 你的身上发出来的那种 信息和特征 都是我所能 我想找的和我能接受的 我觉得我的生活当中 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一个样的女人 所以我站在这里 跟你告白 那你 带我走吗 带我走吗 其实我能察觉到 他其实是想在这段时间内 把他自己转性给我看 让我更好了解他 内心是有一点点暖心的 他确实是强势型的 但他需要更强势的人 去收住他 那你意思就是找你这样的 比较合适呗 差不多吧 像我刚才最后我问你 你喜欢偏向大人的主意的 还是少一点呢 那你说 少一点呢 那我还是 要来 还是要表达我自己的想法和心意 我通过短短几分钟的了解 可能我觉得你是一个 比较有思想的一个男生 但是我前面也说到了 我可能不会找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男生做男朋友 我问一下你没教过大男子主义的男朋友吗 交过 可能就是因为 演员 可能就是因为交过之后吧 可能就 哦 OK 不要说了 谢谢 可是在目前那天你并不快乐 可能是因为 我们当时其实我心里是很感动的 但其实我内心已经坚定了一个人 为他而来 虽然给我感动 但是他没有触到我的心里那种感觉 所以 接下来心动告白直接 要不要先做准备 我可以先让他上来吗 当然 我的心动男嘉宾是 8号李三木 当我听到最后说 心动男生是我的时候 我还是挺惊讶的 没有想到我会选到自己 其实我为什么会喜欢你 我是很在乎第一眼感觉的人 我认定了可能就我一定会去努力 我在逛那个微博的时候 你们官方上有一个短视频 当时是你们一起眨眼睛 当时我有看到你那个眨眼睛的瞬间 对 帅吧 你自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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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ため 让我坐这里 常在买了 走吧 p 下午 有点 莓装 是p 这是能打开的吗 当我发现礼物盒里 打开的是一个喇叭 而不是她的时候 我觉得既尴尬又好笑 因为之前我一直确信 她在那个盒子里 那你来找我呀 怎么变成这样了 其实我在这里 你回头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合适 可能你通过短片 或者是台上的 这个短暂的时间了解我 可能是一个比较闹腾 或者是比较强势 或者是比较放纵不积爱自由的一个女孩 但其实我在恋爱当中 跟我的生活和工作是 截然相反的 我是一个很要求安稳的一个人 什么 很要求安稳的一个人 什么 很要求安稳的一个人 安稳吗 我还准备考虑你安稳 没有看出来吗 嗯 我有练过拳击和三大 你再想一下你怎么说 特别安稳 其实 我撒娇的话 可能只会对我的那一个他 虽然我会去喜欢一些极限运动 会去滑雪 蹦极 包括潜水 其实我潜水是深受我身边一对朋友的影响 他们是一对夫妻 他们是因为潜水才认识的 然后拍了很多海底的照片 他们有静静跟鲨鱼合照过 但其实最让我感动的就是 他们能一起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有你一起去滑雪 一起去潜水 没有 我不敢跟鲨鱼合照 那也没关系 那什么 我虽然喜欢一些极限的运动 但是我可以陪你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合适的礼物 就是我自己啊 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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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把自己介绍的还不够清楚吗 你觉得真合适吗 好 那我再想想办法 好不好 你再给我一点点的时间 让我再想想办法 你可以再把眼睛闭起来吗 也是有备而来 你再让把眼睛闭起来 让我准备一下 好了你可以把眼罩摘下来了 这么一样吗 这个 你猜猜我在哪里呀 猜不到你哦 你来找我呀 这没创意吗 我送给你的礼物 你现在觉得不合适不喜欢 但我觉得中国的礼仪 是礼商往来的嘛 那你送给我的这份礼物 我很喜欢 那我一定要打包带回家 送你什么了 在礼物盒里面的呀 你看你手上是什么 什么 充电宝吗这个 其实这个是我今天带过来 要送给你的 我也可以做你的充电宝啊 在你不开心 或者是很累的时候 你可以靠在我肩膀上 偶尔依赖一下我 我可以做你的充电宝 让你活力满满 所以 李三木 我喜欢你 你愿意跟我走吗 喜欢你的可惜 喜欢你的翻译 那其实我今天来 是有给你准备礼物的 不怕难听 这个最合适的礼物 这是我自己 在你不开心 或者是很累的时候 你可以靠在我肩膀上 偶尔依赖一下我 我可以做你的充电宝 让你活力满满 为了要遇见你 我用尽我所有的力气 我相信 这种跟班老多喜欢的女孩子 应该是很有趣 我更爱你 没有在实话里 却又独一无二的美丽 那你呢 其实 我们就是刚才你 从上台的时候 一直聊的时候 你没发现我们 这不是很合适吗 而且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我开始 我原来的时候 比较小的时候 觉得是 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我慢慢越长大越之后 我想是不是错的 就是说你说 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 男人确实 要给女人一些安全感 你会怎么想 我觉得 在感情当中 一定不要辜负对方就好 你尽到你的责任 尽到你对他 能够犯为最好的 就够了 当女生回答感情的事系列就好时 我觉得她回答的没有错 但是不是我心中的那个答案 我觉得感情不光系列就好 要全力以赴 你真的很好 但是 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 最后我拒绝女嘉宾是因为我们俩 无论什么性格兴趣生活上都有很多不同 因为我觉得 我们两个如果生活在一起的话 一定会有很多争吵 要让我拒绝女嘉宾 那我拒绝女嘉宾 我拒绝女嘉宾 我们俩拒绝女嘉宾 我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是女汉子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也可以是萌妹子 我可以自己换灯泡 也可以连瓶盖都拧不开 我可以工作到深夜三四点后 独自打车回家 也可以握着你的手 在你怀里撒娇 我可以遇到危险的时候 独自应对 也可以面对你 不倒不能自已 所以这样的我 你会喜欢吗 进入李欣宜狼桥提问时间 感觉你在生活里很独立 那有没有遇到过 解决不了的事情呢 当然有 那如果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朋友突然出现帮你解决 会不会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 但是也会很有压力 为什么会有压力呢 因为如果单方面你对我好的话 我会很有压力 我也会去想要对你好 恭喜 李欣宜顺利过关 欢迎 大家好 我叫李欣宜 今年22岁来自广东 我是一名室内设计师 我的爱情学员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李嘉宾最后说了一句说 这样的我你喜欢吗 我是一个矛盾的个体 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是女汉子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也可以是某妹子 所以这样的我你会喜欢吗 我想告诉你 这样的你我非常喜欢 谢谢 当我听到李嘉宾声音的时候 就觉得它是我的类型 然后当我拍完表现过来之后发现 就是它的外形也是我那种一见钟情的形 我一上来他就跟我表白的时候 我还是蛮紧张的有点吓到了 因为我才刚上来嘛 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表白了 我还是比较害羞的 有没有才艺还是互动 唱首歌吧 问我有没有 确实也没有 一直都被的借口 被什么带手为何救自己 在最后变不到路友 不知你是我们友 已无法忙偷 被推着走 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 你心里的那个他到底是谁 上前两步 接下来起升起他面前的 心动互动 写下来说一下不心动 14号吧 你选择的原因是 因为他穿的衬衣我不喜欢 他是眼罩系列 你不觉得他很可爱吗 可爱 好好尬聊尬聊 穿你穿挺好看 就是我自己不喜欢而已 个人不喜欢 看来真的是衬衫的问题 是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关键词了解一下女嘉宾 吃苦的幸福 自带电梯 最在意的看三单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吃苦的幸福 是我爸对我妈特别不好 然后是我从小的时候 他们就 我爸就经常打我妈 然后他们是三天两头就打架的那种 然后就是邻居啊 还有周边的同学 包括小学的时候连校长都弄得很 知道 然后我是属于离异家庭的 我是逼着我妈离婚的 他们离婚之后 我妈一个人带着我 特别不容易 就住在那种水泥地的房子里 然后铁皮房 就头顶上是铁皮的那种 然后有时候还会看到老鼠 虽然日子苦 但是我觉得很幸福 我也不用看到我妈在被我爸打 现在跟爸爸关系怎么样 他有了自己的家庭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以前小吧 就是会讨厌他 因为他对我妈特别不好 然后现在的话就会经常打电话 还是会打电话给他 小时候对你不好吗 经常打我吧 我觉得你好棒哦 因为你看起来很弱弱的 因为我记得我们在前几季节目当中 有一个女嘉宾 当时来就说 是他却和爸爸妈妈分手 帮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决定 并且爸爸妈妈未来更幸福 可是显然那个女生 要至少看起来比你更强 当时那个女生说完的时候 当时那个女生说完的时候 场上又没有就这个话题继续讨论 所以我们就错过了 然后今天你又把它提起来 所以我觉得 她的不一样就是 她可能远比她看上去的 要坚强很多 怎么了 为什么会这么难过 因为你抱一下我 对 因为我知道其实 我们就换一个男生来说好不好 就我自己说的时候 我还是能忍一下 就是因为你刚刚 我知道 我错了 然后我就 不要难过 就很心疼 我很难想象你是怎么度过那段时间 因为我觉得 母女俩在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物质环境下生活 特别是还说有老鼠 就这种情况 因为一般的女生是很难接受的 我想一切肯定有感觉吧 但是你更多的就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说 很幸福 就是我特别欣赏你这一点 就是心态很好 很开心说也很感动 说能看到你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也希望说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在面对生活困难的时候 积极阳光的去面对她 所以不要哭 真的很心疼 加油 当女生聊到她的生长环境的时候 我也觉得特别心疼她 因为我会有共鸣 其实我是非常心疼的 我心里面就在想 如果要是我可以早一点遇到她 我也许就可以在她身边去保护她 让她不用去受这些委屈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过生日的人 然后在我18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挺在乎那个成年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北京 那个时候我有给我挺喜欢的一个男孩子说过 说我过两天要过生日了 然后包括我爸我妈都说 然后在我生日那一天呢 就一个电话和一个信息都没有发给我 我爸我妈都也忘了 然后那个男孩子也给忘了 我就自己去买了一个小蛋糕 然后在路边吃完就回家了 但是在我去年的时候过生日 然后我回广州 然后我很多朋友 他们从深圳从香港 还有从韶关都专门过来 陪我过生日 最让我幸福的呢 是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给我写的一张卡片 一段一个信 一封信 是一个女孩子写的 认识有九年了 对 我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就 就不好嘛 然后 然后就没有什么朋友 然后 她就是我在网上认识的 打游戏认识的 这女孩子 然后我们两个每天就是会 放学什么 就一起打游戏 然后 我每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跟她说 她就像我一个树洞一样的存在吧 就是她写给我一封信 然后 去年的时候 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对 很难得的一份情谊 所以也是你最在意的是吧 就是看三单 是什么意思 看三单说的是行程单 外卖单和淘宝单 是要看对方的吗 对对 对方和自己的 最后能不能走下去 其实还是要看三单的吧 外卖单的话 就是能够看出来一个人的作息时间啊 什么的 对 因为我不喜欢熬夜的吧 就想找的伴侣 也不是那种爱熬夜的 那淘宝单就是看到的消费情况 不是 是看她的收藏 她的爱好呀 还有 如果她收藏很多衣服什么的 那说明她是一个在意衣品的人 其实我知道女大宾说的那什么意思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看女生的收藏夹 因为收藏夹里面的东西肯定是你想买 但是一直又在犹豫 可能因为她的价格啊 或者什么的 但没有关系 如果你做我的对象的话 我会帮你把收藏夹里面全部清空 如果你做我的对象的话 我会帮你把收藏夹里面全部清空 三号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你是一定会上来告白了 是吗 反正是一见钟情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遇到一见钟情的人很难 所以我就直接告诉她 我很喜欢她 那我们就看看男生的选择 完美告白 为而来请做决定 我可以不要转身吗 我想直接布置现场 跟我的心动男生告白 当女嘉宾说她不要男嘉宾选择的 这个环节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失落的 因为我已经想好了 在她说的第一瞬间 第一秒钟 我就会转身过来 我为什么没有要说转身这个环节 是因为我就是为赵杰而来的 我也不想要别人来动摇我 更坚定一下自己 好 就不选了对吧 那我们就直接准备搞白了 准备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现在就布置 好 我想请出我的心动男嘉宾 四号召结 四号召结 当女生说 不用让男生转身 直接跟我告白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 你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让这个转身转过去吗 相信你从刚刚关键词 你应该能看得出来 我在感情里就是比较属于弱的一方 然后也是比较心软的 我怕就是 转身后会不够坚定 所以我想要 不转身 你知道为什么会布置这个场景吗 这个我真的想不到 这个发光的梯子 它就像你 像我吗 对 你是一个很独立 很上进 而且很有自己想法的男孩子 你很优秀 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动力 看到你会想要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想要去 像你一样 像这个发光的梯子一样 步入云端的梯子一样 梯子这么高 我就是很普通 站在这个台上 但是在我眼里 你是最好的 没有人的好可以和你比较的 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 你是最好的 你知道什么时候 我决定来这个舞台的吗 那你数321好不好 好 3 3 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上一次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女嘉宾 为你准备一万颗星星嘛 然后你不是有伸手 去给他挡吗 然后当时我就 哇 好羡慕这个女孩子哦 就是有一种 女孩子被人家保护了的感觉 然后我就想了 如果在你手底下 保护那个人 是我该多好 我觉得她跟我想象中的 她是一样的 她很优秀 而且我真的 发现越来越喜欢她 我对你有很多很多的心疼 就是刚刚在台下 就是看到你哭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想 上来抱抱你 然后就觉得说 有的时候 有些时候起点没法选 但是你这个乐观态度 就真的 有感染到我啊 就是 就特别心疼 我抱抱你 好不好 好啊 那一刻我觉得 有对保护的感觉 然后真的感觉很幸福 就是你跟妈妈一起生活 我应该也没怎么过我生日吧 其实 我也是 就是 八岁之后 我就 没有过生日的习惯了 把妈妈走了嘛 然后 像你说的 就是 你十八周岁的时候 特别想要 生日很重要 然后 很失落 其实这种感觉 我也有 因为我好像 从小就觉得我是 我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 我总觉得 十八周岁的时候 我就变成超人了 或者是 会有一些好运发生在我身边 那一天我就在 在思考 在等嘛 好久我发现 太阳照样升起来 然后 爸爸妈妈好像也忘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 然后 也是那一天 我决定 嗯 我想要成为一个超人 然后 我送给自己的 十八周岁的礼物啊 是 也是到现在 唯一的一次献血吧 最高的可以献400cc 我就一次性献了400cc 然后 抽完那只鞋以后呢 我就 很开心地 拿着那盒 送来的 就是医院送的月饼 呃 一边过中秋节 一边过生日了 所以我特别能体会 你 对生日的那种期盼 然后我很想 让这种孤独感 不要在你身上再出现 所以 我帮你过一次生日好吗 你把手给我 这个magic 这个魔法 要聪明人才能看得见 你喜欢什么水果 草莓吗 好 那给你用草莓蛋糕打一个底座 嘿 那你 喜欢什么颜色 粉色是吗 好 我们给大家加粉色 我一直说我自己一直十七岁 我就给你过十七岁的生日好不好 但我们十一岁只放一个蜡烛 好吧 我们插一根 然后点上火 嘿 祝你生日快乐 当赵杰给我说要送我一个礼物的时候 然后他就在我手上一圈一圈的花那个蛋糕 我还是蛮感动的 我觉得他有认真在听我讲话 包括我最在意的就是这一个 那我给你送蛋糕 你可以把 生日新愿送给我吗 让我来许好吧 真的吗 好 那你端着啊 我许个愿啊 3 2 1 我们一起吹蜡烛好不好 1 2 3 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 想知道我许的什么心愿吗 想知道 我一直相信 生日许愿是会成功的 然后我刚刚许的心愿 其实就是说 你永远不要再孤单了 你喜欢什么水果 草莓吗 好 那你用草莓蛋糕打一个底座 可以 那你 喜欢什么颜色 粉色是吗 好 我们给他加粉 我一直相信 生日许愿是会成功的 然后我刚刚许的心愿 其实就是说 你永远不要再孤单了 我抱抱你 我生日许愿的后半目尽 希望你永远不孤单 然后会有一个人 你喜欢我 更加喜欢你 因为 我最多想 我最多想一靠岁去 期待你 也自消却我 别努力 因为 我有想过 因为对于说 天上掉星星 伸手去砸 去挡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歧视精神 我觉得 可能你喜欢的那个是 一个具有歧视精神的人 但真的不一定是我 所以 不是 是因为 我喜欢你 所以你这些点才会发光 在我这里 别人做这些点 不一定会发光 但是你做了 在我看来 它就是在发光 我觉得 我很心疼你 但我 觉得我 更像一个哥哥 所以 我希望我刚刚取的 心愿能够实现 我提最后一个要求吧 那 我们背对着背吧 然后数321我自己走好吗 好呀 那数321 好 3 3 1 1 1 2 1 1 2 2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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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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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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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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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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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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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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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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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6 7 7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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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6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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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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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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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希望给我自己留下后悔 我希望以后你开心的时候 我也可以在你身边一起跟你分享 在你不开心的时候 我也一起一起跟你去分担 所以 李轻易 我喜欢你 对不起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 你并不快乐 可能是因为 我们相遇的太晚了 没有关系 可是我要走了 无论以后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会在这里的你 我会在你身后黑红 谁都要紧 当女嘉宾去给我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是很迟落的 但是我不后悔我上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下一位女嘉宾欢迎 女朋友已经上线 请注意查收哦 女朋友基本信息如下 姓名 年龄 身高 体重 无法识别 坐标 往左 职业运营总监 请注意 你的女朋友是一个良心铲齿官 喵喵 最宠喵新人 加上她可爱的五只猫和一只狗 家庭成员算是全员到齐了 只等你收留哦 据说你的女朋友非常注重打扮这件事情 所以你也绝对不要随便抓起一件衣服就来和她约会 不要忘记戴上玫瑰花哦 进入林悠悠狼桥提问时间 如何形容自己一个有着有趣灵魂疯一样的女子 店长说你可以展示三种不同魔性的笑声是吗 是的 第一种冷笑 第二种 第二种是尬笑 第三种 就是真心的笑 我现在就会想笑 恭喜林悠悠顺利过关 大家好 我是林悠悠 我来自广东广州 今年24岁 是一名运营总监 我的爱情宣言是 落叶归根 你归我 谢谢 其实我很想说一点是 我刚刚看VCR跟你现在这个 装扮特别不像 所以我还挺惊讶 因为你VCR里面全是礼服裙子类的 然后现在穿成这样 我其实反差挺大的给我 是吧 其实那也是平时中的我 因为我我还是一个看装扮看什么场合吧 我觉得今天是应该是一个愉快而轻松的场合 所以我觉得应该穿的就是稍微活泼一些 挺好的 怎么穿都是你掩盖不了你这张脸的样子 谢谢 今天你是有才艺还是互动 才艺吧 是什么 唱歌 大温暖的阳光像刚才的鲜艳草 你说你舍不得吃掉这一种感觉 雨下整夜 我的爱一处就像雨水 所以接下来选择下心动不心动上前两步 看看他心动男生会是谁 请滑动选择一下心动 好 接下来选择一下不行动四号 我料你现在很受伤 为什么 我可能觉得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然后他现在穿的张脸 是说外形还是说什么 外形 对 因为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对 那你选的心动想必是你喜欢的类型是吧 是的 那那个类型是什么类型呢 我觉得他很阳光吧 很阳光 李赛木立刻朝这边看了是吧 对啊 反好觉得谁啊 阳光是晒的比较黑是吧 阳光不一定是要黑吧 你觉得哪些算是阳光款 我觉得嘉玉挺阳光的 嘉玉挺阳光的 还有呢 最近特别阳光 最近特别阳光 我觉得志勇很阳光啊 志勇是花美男 阳光的花美男 总之是把每个人对这第一步一样 总是不能让人家知道 太聪明了 好 那我们的通过关键词 来了解一下女嘉宾 事业型嘱咐 创业资金 不过往 感觉不爱了 事业型 就是呢 我是一个比较偏事业的人 在现在这种状态上 但是呢 我觉得我这个人 我可以恋爱 也可以结婚 但是结婚的嘛 肯定就是会扯到一个小孩子的问题 像我这种人呢 我感觉就是说 我自己肯定是 一定要有一家店 然后呢 我可以没事呢 就是说我带到我孩子去查查账 去管理一下 那可能就是说 我能在兼顾我自己的一些事业的同时 我又能照顾好我自己的小孩子 所以说我就是事业型的主妇 大家可能比较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要把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有家庭观念的人 但是我又是一个偏事业的人 那你的梦想就是 未来可能有家自己的店 然后又有小孩 然后就经常带着小孩去收账 那我想问 那你老公怎么办 每天在店里帮你看店赚钱吗 我相信我老公他肯定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 然后我肯定会支持他呀 这个说实话 是这样子的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不问过往是什么样的 不问过往就是 我这个人谈恋爱的态度就是 我一点都不想知道你跟你前任的任何事情 因为呢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把每个任都当成第一任来谈吧 就哪怕你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 这样的话其实有个好处啊 如果你跟你前女友刚好在聊天 但我不知道那是你前女友 你看我们两个还能避免吵架 都好 但是你如果说你非要告诉我 那我就要刨根问底了 如果我刨根问底的话 我连他指甲油涂什么颜色我也要知道 他如果涂这个颜色我就不涂了 他如果喜欢吃这个东西 哪怕我很喜欢吃我也不吃了 我就要跟你讲到底了 那我觉得你这点跟我还蛮像 因为我谈恋爱从来都是网恋 就没有跟身边朋友谈过恋爱 是吗 所以我会选择不问他们以前的事 因为他们讲了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这个不问跟我这个不问有点差别 可能你那个不问是真的没办法问出什么 如果说你现在新的对象想要问你的过往 那你会回答吗 我这个不问过往的前提就是我不问你 你也不要问我 所以我问你你交过几任 你永远都是第一任这样子吗 对啊 你就是我的初恋啊 其实我觉得女嘉宾这种性格挺好的 真的 其实没有过往的这些是会少引起很多的纠纷 吵架之类的 是啊 是过去的成年老去有什么意思 对就很多很多女孩子问说那个 没关系你告诉我吧 我不会生气的 然后讲了讲了就 回头就躲在被子里面跟你生气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行选择了 好紧张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跟你告白吗 我不知道 因为就是 一开始你的笑容就很吸引我 因为我特别喜欢爱笑的女生 然后我转身的时候 我看到你的眼睛很大 很有神就不像我 也很吸引我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VCR里 我看到你养了五只猫一只狗 就是感觉你很有爱心 而且肯定是那种很有责任感的人 这些都是你的优点 然后那跟你比的话 我就 我就有很多缺点啊 就是 因为我从小跟爸妈住在一起 可能我妈一直比较疼我 我从小到大 都没有做过家务 我到现在都没有自己洗过袜子 我有的时候会比较害羞 比较内向 可能我跟很熟的朋友 说话会很多很快 但是跟不熟的人在一起就 会有的时候会有点尴尬 然后我就觉得 你那个 就那个魔性的笑容 可以帮我打破尴尬 所以你可以教我一下 你那个魔性的笑容吗 教你一个大笑吗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挺有趣的 挺好玩的 其实我这个人吧 就还蛮喜欢跟有趣的人待在一起 我觉得女生是一个特别活泼开朗 然后又很有爱心 很善良的一个女生 所以我觉得跟她待在一起 她能改变我很多的东西 就是你的优点 跟我的缺点完全是互补的 我就觉得 你是可以帮助我 越来越好的一个人 我现在在学 关于调酒的东西 在学西餐 我之后就想自己开一家 7398 所以我觉得我未来可能 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点 我会变得更上镜 我不会那么懒 我会有很多优点 所以我希望 你可以成为我的 第一个优点 我喜欢你跟我再次好吧 你跟我再次好吧 一开始你的笑容就很吸引我 因为我特别喜欢爱笑的女生 教你一个大笑吗 好好好 所以我希望 你可以成为我的第一个优点 当她说我成为她女朋友 就是她第一个优点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挺有趣的 我觉得这种也是一种冷幽默吧 我服了 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 特别好玩 就是你从上来 然后说自己的各种缺点 其实比那些 可能他们上来会说 自己各种优点的人 其实的确会更信我 不过我发现你这个人说话 真的是特别的慢 来上你表白 这件事我一点也不慢 我也可以说话说得很快啊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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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她很快地在说那几句 我喜欢你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觉得 就是有被她感动到爆 我觉得现在说话这么慢的人 就是我愿意为你改变 我觉得这也是一阵很开心的事情 陪你把彷徨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喜欢什么 我说你长得好看 你说什么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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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跟我再次好吗 同上 就牵手了 而且我先说一个细节 我在旁边看 我是第一次看到男生说 来 我带你走或牵我的手的时候 是叫 来牵我的手 但是她刚才就是努力的 在很快的说我喜欢你的时候 是 那段时候确实还挺打动人的 是的 我一开始就想说她跟女嘉宾 其实还挺配的 如果说女嘉宾是百炼钢的话 她就是绕智容 绝对的 我跟你说 跟张琪在一起还真是挺有趣 而且特别说 我 你的优点都是我的缺点 我不会做家务 你会洗袜子吗 对 这不是 这是看着逗你了 送上我们节目组的祝福 让我们的琪琪 还有我们的这个悠悠 能够争分夺秒好不好 无论在事业还是爱情上面 谢谢两位 如果以后我让你洗袜子 你洗不洗 是啊 当然会洗 真的吗 你不能骗我 我受不了家里有种袜子 我真的会死的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贵州卫视非常完美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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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